第73章 前十强 无形的念力悄悄潜入罗峰的石海 石海浩瀚无边 然而一尊淡金色的巨塔 却几乎占满整个石海 这尊虚空之塔一共有两层 这一尊虚空之塔通体晶莹 隐隐有着淡金色 隐隐有着密纹浮现 似完美毫无破绽 将内部的灵魂核心重重保护 虚空之塔 两层宝塔镜 云墨星主人传下的秘法中 罗峰重点研究魂印和虚空之塔 其中魂印是老师所创 可因为越是深入 越是偏向于灵魂攻击 所谓树叶有专攻 既然自己主攻掌控者 所以魂印的修炼 自然而然就减缓了 只是将最基础的万件魂印炼到大成 能够凝结奴役魂印 就没再继续深入 相反 虚空之塔 在罗峰的计划中很重要 一名精神念师掌控者 或许灵魂攻击可以弱点 但是防御必须强 不能让自己有明显的弱点 所以一直没敢松懈 而且 虚空之塔 也是非常强大的一种秘法 老师当年也是机缘巧合才得到 而且死前也仅仅修炼到六层宝塔镜 如果修炼到七层宝塔 按照老师自己认为 当年那场劫难就可以不死了 可以想象虚空之塔 威力何等惊人 轮回战到如今 五年 罗峰从未松懈 以及歇许金 空间本源法则感悟 才练到二层宝塔镜 虚空之塔 就是专精防御 呼 幻魔加莱西施展出的虚无念力 侵入罗峰十海 直接碰触到虚空之塔 当碰触到后 并没硬弓 而是仿佛薄魔一般浮散开去 缓缓贴着虚空之塔 逐渐地接触 虚空之塔 本质上是精神念力 以特殊顺序 无比精密的构成 可本质上还是精神念力 而精神念力 则是蕴含一丝意识的 灵魂 实际上就是无数精神力的集合体 随着那虚无念力 触碰到虚空之塔 罗峰意识便陷入了 可怕的精神幻术当中 前一刻 明明还在和幻魔加莱西交战 可后一瞬间 罗峰意识就陷入了 另外一个场景中 怎么会这样 罗峰站在太平洋上空 看着远处一头 足有上百公里长的巨大凶兽 在地球上肆虐 掀起可怕的蔑视大洪水 同时 那有着两根十余公里长 獠牙的绝世凶兽 也时而朝地面喷出火焰 基地势中摩天大厦 化为废墟 人们惨叫着 无数人逃跑着 三子 怎么办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这最起码是御主级凶兽 我们敌不过呀 手腕通讯手表上 响起了雷神的声音 老三 赶紧保护最后的种子 离开地球 赶紧逃 那是地球人类最后的种子 通讯手表上 红一脸 焦急之色 不对 醒来 醒来 罗锋感觉 就仿佛小时候睡觉做梦一样 即使意识到自己在做梦 可是就很难醒过来 而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主要罗锋的意识实在太强 而心境修炼 以及金角巨兽 影响 罗锋灵魂本质上无比冰冷 所以第一时间意识到 是陷入幻境 意识到归意识到 可醒来才是最重要的 幸好虚空之塔 严密防御灵魂核心 所以即使 幻魔加莱西精神幻术逆天无比 依旧只能稍微影响 而无法影响至心灵深处 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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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锋的意志 发出一声声怒吼 而后整个幻术世界 都开始震荡摇晃 哼 幻术世界破碎 罗锋完全清醒了 不同于那种迷蒙的幻术世界 眼前的一切变得无比清晰 这才是真正的虚拟宇宙 百分之一百模拟现实 哟 黑色光轮已经到了眼前 刚刚好 罗锋眼睛一亮 脚踏暗云缩 速度猛地迸发 同时体表浮现一块块盾牌 因为距离实在太近 根本来不及操控眼神兵了 但 黑色光轮劈在一块盾牌上 将盾牌震飞 擦过罗锋的手臂 切割开护体战衣削掉 一大块血肉 鲜血喷洒半空 而罗锋本人 已经远远闪躲开去了 却死罢 罗锋心中低贺 摇指远处 脸上露出 金融的幻魔加来戏 哼 六道金色流光 从罗锋背后的暗金色长棍 瞬间凝结成六柄金色幻剑 瞬间就刺到了幻魔加来戏面前 加来戏脸上还有着震惊 不可能 同时 他体表却是浮现了诡异的大量碎金色碎片 组合成的护体盔甲 彭彭彭六道剑红闪电般一连串轰击 直接轰开护体盔甲 而后便将这黑袍中的幻魔加来戏 直接轰杀成炸 轰 一阵轰鸣 鲜血乱飞 幻魔加来戏 败 疯子罗锋 胜 正进入前十 高手交战就是这么快 罗锋如果醒来慢一点 就是他死 直接被切掉头颅 而一旦罗锋醒了 就是幻魔加来戏死了 怎么可能 笼罩在黑袍中的幻魔加来戏 眼眸中满是震惊 我的 霍神秘法 按照国主指点我实所说 也就那伯兰能够达到不为所动 其他人各个恐怕估计 都抗不住 前十是绝对有把握的 甚至于有希望冲到第二 怎么 怎么他 就算他能够陷入幻境 而心没被迷惑 可要从幻境中挣扎出来 也是要时间的 这一点时间 足够我杀了他了 可是他 他的确有防御手段 那防御念力兵器 组合成盔甲 都勉强抵抗六柄金色幻剑的一轮轰击 可还是罗锋攻击太强 才灭掉他 防御强 念力兵器攻击 配合超可怕的精神幻术 一对一 是个绝对可怕的对手 然而 他却输掉了 嗯 输了 幻魔加莱西输了 观战的很多天才们都大吃一惊 之前幻魔加莱西的战斗视频 实在太过彪悍 次次根本连念力兵器都没用 单单凭借灵魂上的攻击 就将对方在幻境中抹杀 每一次都是绝对优势 这次幻魔加莱西没丝毫轻敌 也认为疯子罗锋 是个敬敌 所以幻术念力兵器共用 可结果还是输了 全力以赴 还是输了 哦 罗锋竟然赢了 远处的1008名强大不朽存在 都是眼睛一亮 这一战1008名强大不朽 是大半都认为幻魔加莱西会赢 因为他们很清楚幻术修炼何等艰难 而一名超级幻术师又是多么可怕 能够瞬间醒来 要多强的意志 多么冷静的心性 这个小家伙厉害厉害 一名足有十多米高 有着牛角的牛头人 强大不朽 感叹夸赞到圣意轰隆 犹如雷鸣 罗锋的获胜 算是有点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主要是幻魔加莱西 早早被很多不朽们认定 唯有死神勃兰能抗住 毕竟本源法则感悟那般身 亦是受到宇宙本源的感染 是绝对不可能轻易被撼动的 越是强大的武者 本源法则感悟越强的 那意志坚定程度也越可怕 其他人面对幻魔加莱西 输的可能性都超过八成 其实这二十人名单中 除了博兰 其他十八人对幻魔加莱西 有些发出 即使是罗锋 也没十足把握 只是底气略足一点 然而最后这么个难惹人物 被罗锋给干掉了 十座擂台上 其中一座 那背负着血剑的白袍青年 是第一个取胜的 他转头略显惊讶 看向罗锋锁在擂台 微微皱眉 低声道 罗锋 罗锋吗 也同样在罗锋之前 就获胜的绿发少女千水 一双眼睛水汪汪的 摇看着远处擂台上的罗锋 是的 罗锋获胜时 才三场擂台 决选胜者 正是伯兰 千水 罗锋 三人 罗锋说起来 慢实际上交手是非常快的 扑 同样绿发脸上有着密纹的青年 站在擂台上 露出一丝笑容 哥哥 哥哥 千水欢呼喊道 他的哥哥姜莫也踏入前十 这对兄妹都是前十 十场擂台上的圣者 一个个接连出现 伯兰 千水 罗锋 姜莫 兰斯洛 乌卡 艾陈 隆云 奥帕特拉 以及最后一位 荣军 古斯罗和荣军一战 是十场擂台上战斗时间最长久的 古斯罗是一名堪称完美的精神念师掌控者 这一场战斗从开始就几乎一直在其掌控中 作为试炼总排名第二 这次最有希望得到第二名进入原始秘境的强者 竟然 竟然输给野人荣军 荣军赢了 古斯罗竟然输掉子 夺得第二的最有希望的古斯罗竟然输掉了 在场其他观战的九百多名爵士天才们各个完全惊呆了 而在擂台上已经获胜的九位天之骄子 却是个个盯着身上染血宛如从蛮荒走来的战神荣军 好强的刀法 可怕的刀法 连死神薄兰都眉头微皱 而其他人包括罗锋在内都难掩震惊之色 这刀法 罗锋盯着那野人青年荣军 看着那柄巨型战刀 脑海中则是回忆之前看到的那斯皮山断月霸气的一道